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关圣灵 我们前两个晚上谈到 圣灵跟教会的关系 还有圣灵跟信徒的关系 这都非常的密切 也绝对性的重要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就来探讨 我们对圣灵应该要有的态度 既然圣灵对教会这么的重要 对信徒这么的重要 所以我们应该对圣灵 要有什么样的态度 这是就我们认识圣灵之后 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应该要了解的几件事情 那第一个 我们对圣灵的态度 应该要懂得来祈求 这个应许的圣灵 我们看路加福音的 十一章十三节 路加福音的十一章 请看十三节 十三节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天父 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应该一个父母会把好东西 来给他的儿女 这是绝对性的 那一样的道理 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天上真神 我们的天父 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 所以主耶稣在这边就提醒我们 神要把圣灵给人 但是主耶稣也告诉我们 圣灵是要给懂得向神求的人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要面对这一位圣灵 我们要懂得来向他祈求 向他祈求 神就会把这个宝贵的圣灵 来赏赐给他 神就会把圣经当中 所应许的圣灵来赏赐给他 所以我们每一个信徒 应该要懂得来祈求 这个应许的圣灵 圣灵不是信主的时候就有的 有很多人讲说 我有圣灵 你怎么有圣灵 因为我相信耶稣 我就有圣灵 是这样子吗 我们先来看 使徒行传的第一章 使徒行传第一章 第四节第五节 使徒行传第一章 第四节第五节 第四节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 嘱咐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约翰要用水施洗 但不多几日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那些门徒早就信耶稣了 那些门徒早就跟随耶稣 他们相信耶稣是这一位 弥赛亚这一位救主 这是毋庸置疑的 如果按照一般的理论来讲 我信耶稣就有圣灵了 那么主耶稣在这边所说的 这一句话就多余了 主耶稣告诉他们说 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那在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父应许什么呢 就是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当下的门徒早就信主了 但是主耶稣告诉他们说 你们还要等候 等候主耶稣所应许的 圣灵的降临 所以不是信主就已经有圣灵了 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呢 五旬节的那一天 他们向神祷告 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 所以并不是使徒或者是门徒 在信耶稣的时候 圣灵就在他们内心 圣灵他们就已经领受了 不是这样子的 而是经过了五旬节的时候 他们向神祷告 圣灵才降临在一百二十位 向神祷告的人身上 所以不是信就有了 我们再看史诺行传的十九章 史诺行传十九章的第二节 问他们说 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 他们回答说 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示下来 保罗传了运道有所 保罗就问他们说 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 他们说没有啊 也没有听过说有圣灵示下来啊 那表示说 虽然有很多人信主啦 信耶稣了 但是并不能够构成说 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 就好像我们刚刚读的第一章 第四节第五节还有我们刚刚所读的十九章的第二节 他们是信主了 但是并没有圣灵示下来 他们连听说圣灵的事都没有 所以信主是一件事 但是有没有受圣灵又另外一件事 我们不要以为我今天信主啦 那我就有圣灵啦 不是这样子的 而是像主耶稣所说的 要祈求应许的圣灵 圣灵才会降临在你的身上 那有些人就讲啦 那我受洗的时候就有了啊 我们看十字行传第八章 十字行传第八章的十四节到十七节 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 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 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 要叫他们受圣灵 十六节 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 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 于是使徒按守在他们头上 他们就受了圣灵 费利亚传云到撒玛利亚 圣灵同在 神迹其事显明 那里的人听见了神的道就领受了 也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 但是圣经却明明记载 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 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 撒玛利亚人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了 但是圣灵还没有降临在那一些受洗的一个人身上 什么受领受圣灵呢 就是十七节所记载的 于是使徒按守在他们头上 他们就受了圣灵 所以不是受洗就受圣灵 受洗是赦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不代表你受洗了就已经受了圣灵 如果受洗就受圣灵了 那么撒玛利亚人早就有圣灵了 但是圣经明明记载 说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 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洗 所以受洗是受洗 受圣灵是受圣灵 受洗不代表你已经受圣灵 这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受洗了就受圣灵了 很多基督徒他们都认为我受圣灵了 为什么因为我受洗了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撒玛利亚这些人他们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了 但是圣灵还没有降临在他们身上 那怎么解释呢 所以圣灵不是受洗就受圣灵 也不是受洗就自然有了 受洗是赦罪 但不代表你受洗就受圣灵 那有些人说 我有好行为啊 所以我就是有圣灵啊 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章 第一节第二节 在盖萨利亚有一个人名叫戈尼流 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 他是个虔诚人 他和全家都敬畏神 多多洲际百姓常常祷告神 再看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 他们说百夫长戈尼流是个义人 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 他们一位圣天使指示 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 再看四十四节到四十八节 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 圣灵将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 那奉歌里的和彼得同来的信徒 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 就都稀奇 因听见他们说方言 称赞神为大 于是彼得说 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 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 就吩咐奉耶稣的名给他们施洗 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 这里记载百夫长戈尼流 我们刚刚所读的这几节圣经 就告诉我们说 戈尼流他是个虔诚人 他全家都敬畏神 做了很多善事 也常常祷告神 那犹太的人都称赞他 都称赞他 不仅仅是他家里的人 知道这些事情 连犹太通国的人都称赞他 表示戈尼流这个人 在行为上是非常的完全 他在信仰上是敬畏这一位独一真神 他在善行上 行了很多的善事 多多周记 他向神祷告 所以他是一个相当有好行为的人 但是有没有圣灵在他身上 没有 什么时候得到圣灵的呢 就事实世界所记载的 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 圣灵降在一切听到人身上 是他们在听彼得正道的时候 圣灵降在他们身上 而不是他们有好行为 他们就有了圣灵 这是两回事 所以不要以为一个人有好的行为 他就领受应许的圣灵 不是 那有人就会问 那戈尼流还没有祷告 我们刚刚不是讲说 祷告才能够领受圣灵吗 戈尼流还没有祷告 为什么戈尼流没有祷告 他就能够领受圣灵 因为戈尼流是外邦人 神要透过降圣灵在他们身上 让所有犹太人 包括彼得本身 能够明白主耶稣已经接纳他们了 所以他们才会讲说 他们既受了圣灵 与我们一样 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 主耶稣都接纳他了 我们怎么可以不接纳他呢 这个是因为外邦人 不被犹太人所接受 如果主耶稣不用这种方式的话 犹太人怎么可能接受外邦人呢 戈尼流怎么能够因为这样来领受受洗呢 所以从这一段经文的记载当中 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 不是一个人有好行为 他就有圣灵了 所以信主受洗好行为 是在信仰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也是我们应该每个人都来追求的 但是不是因为你信主了 不是因为你受洗了 也不是因为你有好行为了 就代表你有圣灵 这是两件在信仰上不同的事情 所以主耶稣他才会说 我们要向神来祈求 神就会把圣灵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 受洗的人 我们都应该要向这位神来祈求圣灵 只要我们有信心来向他祷告祈求 圣灵是应许给我们的 神一定会把圣灵赐给那 懂得向他祈求的人 我们向他祈求 他肯定会把他的圣灵来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应该要向神祈求圣灵 第二个我们要被圣灵充满 我们再看以无所书的第五章 以无所书的第五章 请看十八节 以无所书的第五章十八节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 我们对圣灵应有的态度 不是领受圣灵就够了 就好了 而是要让圣灵充满我们 所以他说 乃要被圣灵充满 那什么叫做圣灵充满呢 有几个很重要的追求 有圣灵充满 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表明跟表现 第一个 要说出方言 圣灵充满 要说出方言 没有领受圣灵 怎么被圣灵充满 没有领受圣灵说他被圣灵充满 那是假的 因为你连应许的圣灵都没有得到 怎么能够被这一个圣灵来充满呢 所以我们第一个 要懂得 祈求圣灵 然后说出方言 等我们说出方言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被圣灵充满 我们请看《史图行传》的第二章 《史图行传》第二章第四节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按着圣灵所示的口才 说起别国话来 这边就讲到说 他们说起别国话来 这个说起别国话来的原文的意思是 起义的舌音 那为什么会翻译成说起别国话来呢 就是第五节以后 谈到在当下有十几个不同地方来的人 他们都听到他们自己的相谈 这个相谈的内容 都在讲说神的大作为 一百二十个人在祷告 他们同时领受这位圣灵 一起在那边讲话 怎么可以一起讲出十几种语言来呢 十几种相谈来呢 即使能够讲出十几种相谈来 一百二十个人在一起讲话 怎么十几个地方的人都能够听得到 他们所自己听懂的语言 然后听明白是在讲说神的作为呢 可见他们所听见的是什么 是方言 是起义的舌音 但是神打开了他们的耳朵 让他们听到起义舌音里面的意思是什么 在讲说神的大作为 他们耳朵被神的灵打开了 所以他们听见了圣灵的声音 来讲说神的大作为 所以从这一段经文就可以记载 就可以知道 圣灵充满就能够说出方言来 所以圣灵充满就是说出方言来 能够说出方言来 也就是说 你没有领受圣灵 没有说出方言来 怎么能够表明你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呢 圣灵第一次降临的时候 圣经记载说 他们就被圣灵充满 按着圣灵所示的口才 说起起义的舌音来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没有领受圣灵的人 就没有机会来经历 被圣灵充满的过程 就从使徒行传第二章 这一段记载当中 我们就可以清楚知道 所以圣灵充满 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要件就是 领受圣灵 按着圣灵所示的口才 说起方言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圣灵充满 才有放胆讲论神的道的勇气 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四章 三十一节 四章三十一节 祷告完了 聚会的地方震动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放胆讲论神的道 放胆讲论神的道 要有勇气 要勇敢 那他们的勇气 勇敢从哪里来 过去的使徒们 他们不敢 甚至于否认 耶稣基督 但现在他们怎么能够 放胆讲论神的道呢 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呢 圣经记者说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他就大放胆量 他就能够有勇气的来 为耶稣做见证 为神做见证 放胆讲论神的道 所以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 他就能够有勇敢的心 来向神做见证 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的第七章 使徒行传第七章 五十四节到五十五节 使徒行传第七章 五十四到五十五节 众人听见这话 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 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 定睛望天 看见神的荣耀 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 这边讲到斯提凡被圣灵充满 他看见什么 神的荣耀 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他才能够看见神的荣耀 看见耶稣基督站在神的右边 看见什么 天开了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他才能够真实地看见救恩的内容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他才能够真正地看见救恩 所以你看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 他就这样讲 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 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 就不足介意 为什么不足介意 难道保罗喜欢受苦吗 难道保罗喜欢被打吗 难道保罗喜欢被关吗 被羞辱吗 当然不是 那为什么他觉得不足介意呢 因为他被圣灵充满 他跟尸体网一样 他看见了神的荣耀 他看见将来 他就要在这份的荣耀里面 所以他觉得 现在为耶稣基督 为这份信仰 受苦受难 受羞辱 被关被打被杀 都不足介意 因为他看见了神的荣耀 为什么他看见神的荣耀 因为他被圣灵充满 也就是说 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如果真正被圣灵充满 他就会轻看这个世界 轻看因为信仰 所受的劳苦 轻看因为信仰 所受的逼迫 因为他知道 将来所要显于我们的荣耀 所以我现在所受的苦楚 就不足介意了 信仰如果能够被圣灵充满 他所看见的 必然跟一般的人 所看见的不一样 就要像尸体腕 他看见了神的荣耀 所以即使有人用石头打他 他都愿意跪下来 为这一些无知的百姓 打他石头的犹太人来祷告 因为他明明白白看见什么 神的荣耀 为什么他可以看见神的荣耀 因为他被圣灵充满了 被圣灵充满的人 他一定是大有信心的人 我们再看十一章 十字行传的是一章二十四节 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 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 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 这里再介绍另外一个使徒 叫做巴拿巴 那么这个巴拿巴是大有信心的 因为他带有信心 就引领了许多人来归服了主 因为他带有信心 就带领了很多人来相信耶稣 为什么他带有信心 他是被圣灵充满的 所以一个人的信心 不是说我想有信心就有信心 我的信心要长进 我要因为我的信心 引领人来信主来归服主 那个是你的意愿 但是真正能够叫我们带有信心的 是要被圣灵充满 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他才能够显现出所谓的信心来 而这个信心是能够引领人来归服主的 这个信心是引导人来相信耶稣基督的 就好像巴拿巴一样 因为他带有信心 所以有许多人就归服了主 那他带有信心从哪里来 不是只有从他所明白的道理来 不是只有他过去所领受的这些福音来 而是还要被圣灵充满 所以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 他就能够建立起信心来 而这个信心却能够引导人 明白 接受归入主的名下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他也能够看出一些魔鬼的诡计来 我们再看十三章 使徒行传十三章 请看第九节第十节 使徒行传十三章九节十节 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 定睛看他 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 某鬼的儿子 种上的仇敌 你混乱主的正道 还不止住吗 这是有一个人叫做以驴马 他是行邪术的 行法术的 他要阻挡使徒 叫方伯 就是事求保罗 不要信真道 他是行法术的 行邪术的 他在阻挡使徒 那保罗呢 他被圣灵充满 他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他指责他说 你这充满各样诡诈 兼恶 魔鬼的儿子 种上的仇敌 你混乱主的道 还不止住吗 所以被圣灵充满的人 他有属灵的智慧 他能够分别善恶 他能够看清一个人 就好像看清以驴马一样 他阻挡神的道 阻挡方伯 事求保罗来信主 所以保罗被圣灵充满 看得清清楚楚 再来呢 被圣灵充满的人 他一定是满心喜乐的 我们再看十三章 十三章的五十节到五十二节 但犹太人叫说 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 逼迫保罗巴拿巴 将他们赶出境外 二人对着众人 跺下脚上的尘土 就往以歌念去了 门徒满心喜乐 又被圣灵充满 他们传如荫受到极大的逼迫跟阻挠 把他们赶出去了 不让他们在这个地方来传如荫 他们也是为了传如荫受了许多的苦 那保罗跟巴拿巴 就对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 往以歌念去了 这个地方不接纳我们 我们就往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那五十二节就记得很清楚 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 遇到了这么大的阻碍 福音受阻 他们受逼迫 被赶出原本在传如荫的地方 到了另外一个 可能他们没有去过的地方 但是门徒被圣灵充满 所以他们满心喜乐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他不会被环境所困 不会被环境所影响 他超越了环境的一些境遇 他明白了神的旨意 所以虽然在福音工作上受到了阻碍 遇到了逼迫 但是他们却是满心喜乐 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他不管在任何的一个环境上 顺境也好 逆境也罢 他们在这一份的信仰里面 都是满心喜乐的 所以我们刚刚读了好多的圣经记载 我们就可以辨别出 什么是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一定会说出方言灵言 被圣灵充满 他一定是会晃胆 来讲论神的道 被圣灵充满的人 他一定会看到神的荣耀 会轻看这个世界 被圣灵充满的人 他会大有信心 能够看出一些轨迹来 并且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环境 他都能够满心喜乐 这个才能够被称为是 被圣灵充满 所以我们每一个信徒 应该要对圣灵有这种态度 我们领受了圣灵 我们要祈求圣灵充满我们 让我们真真正正被圣灵充满 而能够像使徒行传里面 所记载的这一些使徒们 这一些圣徒一样 来领受圣灵充满的信仰的果子 那第三个 我们应该要随从圣灵 要随从圣灵 看罗马书的第八章 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 第五节到第八节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 体贴肉体的事 随从圣灵的人 体贴圣灵的事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 因为不服神的律法 也是不能服 而且属肉体的人 不能得神的喜欢 这里记载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所以没有体贴圣灵的人 就不能得神的喜欢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 在圣灵的恩赐之下 我们要懂得来随从圣灵 才能够有生命平安 我们要随从圣灵 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喜欢 神的喜欢 我们再看十二节到十四节 弟兄们这样看来 我们并不是建肉体的债 去随从肉体活着 你们若随从肉体活着必要死 若靠着圣灵致死 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 都是神的儿子 我们如果能够随从圣灵 我们就能够活着 我们如果随从肉体活着必要死 我们没有一个人要选择死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圣灵当中活着 并且能够叫生命得平安 我们如果随从圣灵 还能够叫我们的神得喜悦 所以我们应该要随从圣灵 那什么叫做随从圣灵呢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由 第一个 随从圣灵就是体贴神的义士 主耶稣他向门徒预言说 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 然后要被长老 祭司长和文士弃绝 并且要被杀 第三天要复活 当下的彼得听见 就拉着主耶稣说 主啊你不要去 主耶稣就转身过来 责备彼得说 撒旦退我后面去吧 撒旦退我后面去吧 难道彼得是撒旦吗 当然不是 但是彼得的这一个动作 彼得的这一种作为是 随从肉体的 他没有体贴神的义士 他是随从肉体 不是随从圣灵的 看起来好像是 替主耶稣在安排 主耶稣啊 你就不要去耶路撒冷嘛 你不去耶路撒冷 你就不会被弃绝啊 被杀啊 你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呢 所以彼得就拉着他 彼得拉着耶稣 看起来好像是 为耶稣着想 但是他却忽略了什么 没有随从圣灵 只有随从肉体的私欲 没有体贴神的义士 只体贴人的义士 所以他不是随从圣灵的 因为不是随从圣灵 所以主耶稣责备他 撒旦退我后面去吧 因为你不是体贴神的义士 是体贴人的义士 我们今天在这份信仰上 我们要防范自己 不要自以为 我所做的是为耶稣来做 替耶稣着想 也不要常常以为 我所做的是替教会来做 我再主持正义 主持公义 你可以这样想 但是如果我们不是随从圣灵 不是体贴神的义士 我们常常会被撒旦利用 好像彼得被撒旦利用一样 他拉着耶稣基督 不让耶稣基督 走到耶路撒冷去受害 表面上看起来是为耶稣着想 但他却在阻挡什么 主耶稣要成就的神的义士 这就是没有随从圣灵 一个随从圣灵的人 一定要懂得体贴神的义士 有一次主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 经过了撒玛利亚 结果撒玛利亚的人不接待耶稣 主耶稣的两个门徒 约翰跟雅各 他就为耶稣打抱不平 就到耶稣的面前来跟耶稣说 主啊 要不要我们吩咐火 从天上降下来 把他们烧了 好像以利亚所做的 主耶稣转过来就责备他们 你们的心怎么样 你们并不知道 我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 我来是要救人的性命 这两个门徒 不是为耶稣着想吗 这两个门徒 在替耶稣打抱不平啊 为什么耶稣来到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人都不接待耶稣呢 难道撒玛利亚人没有眼睛吗 没有听过耶稣 所讲的道 没有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吗 如果听过 看见 为什么还不接待耶稣呢 他们真的是有眼无珠啊 还在替耶稣打抱不平啊 但是 他们忽略一点 就是没有 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 所以主耶稣说 我来 不是要灭人的性命 我来 是要救人的性命 耶稣基督的心肠 是要救人的性命啊 亚各跟约翰呢 他却要害人的生命 所以他们没有随从圣灵 所以什么叫做随从圣灵 第一个 要体贴神的意识 第二个 要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 当我们一个人 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当我们领受了圣灵 我们一个随从圣灵的人 就会把自己的思域 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血气之勇 自己的认为 放在背后 而是要懂得体会 耶稣基督的心肠 而是要懂得来体贴神的意识 那我们才能够 因为这样子 得到生命平安 因为这样子 得到神的喜欢 也因为这个样子 能够得到生命 这是第三个 我们要随从圣灵 第四个 我们要靠圣灵行事 看加拉太书的第五章 加拉太书的第五章 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 加拉太书的第五章 二十五二十六节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 就当靠圣灵行事 不要贪图虚名 彼此惹气 互相嫉妒 保罗又在这个地方讲 我们是靠圣灵得生的 是因为圣灵 所以我们才有这个属灵的生命 没有圣灵就没有属灵的生命 那我们如果是靠圣灵得生 那怎么办 当然就要靠圣灵行事 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 我们领受了这一份救恩 我们从耶稣基督领受了 这个复活的生命 重生的生命 是从圣灵来的 所以我们要靠圣灵行事 那什么叫做靠圣灵行事呢 主耶稣在传灵的时候 后来被犹大出卖了 犹大带了好多兵丁来 要来抓拿耶稣 耶稣的十二使徒的西门彼得 就拔出刀来 砍了大祭司的仆人一刀 结果就把他的右耳朵给砍下来了 很勇敢 很有作为 但是他是靠什么行事 靠血气行事 不是靠圣灵行事的 所以主耶稣就把那个耳朵拿起来 又把它粘回去 然后主耶稣讲一句话很重要 他说 收刀入鞘 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今天在这份信仰里面 我们是靠圣灵得生的 所以我们要懂得靠圣灵行事 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如果你是凭着血气在这份信仰里面来成长 在这份信仰里面来追求 在这份信仰里面来工作 做工 那我们就会像彼得一样 刀子一拔出来 就随便乱砍 你成就了你自己认为的圣工 但是你却阻隔了主耶稣基督的圣工 因为你没有靠圣灵行事 所以主耶稣讲得很严厉 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动血气的必死在你自己的血气里面 所以加拉太书的第五章26节才讲 靠圣灵行事的人他不会贪图虚名 靠圣灵行事的人他不会彼此惹气 靠圣灵行事的人他不会互相嫉妒 这些都是从血气来的 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 这些都是从血气来的 一个靠圣灵行事的人在教会在信仰上 他必须要把虚名除掉 他必须要不会彼此惹气 他也不会互相嫉妒 那如果能够把这三样事情除掉的话 那么就不会贫血气行事 那我们就能够靠圣灵行事 靠圣灵行事就不至于像彼得一样 刀子拔起来就乱砍了 以为他在替耶稣做事 但其实他在阻挡耶稣的事 因为他没有靠圣灵行事 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只要你动了血气 那是我们自己动血气的人受到亏损 因为在信仰当中要靠圣灵行事 第五个 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 看尤所书第四章三十节 尤所书第四章三十节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 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法罗又讲 我们对圣灵应该有的态度是什么 不要叫圣灵担忧 我们星期才有讲到说 圣灵跟信徒的关系 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 是来帮助我们的 是来安慰我们的 那既然是来帮助我们 安慰我们 我们要顺服 我们不要不顺服 然后呢 让住在我们内心当中的圣灵 来替我们担忧 这不应该要有的 所以保罗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那什么事情会让圣灵担忧呢 我们可以从二十五节 读到三十一节 这里有讲几件事 这几件事 会叫圣灵担忧的 第一件事就是谎言 不要叫圣灵担忧呢 就是要弃绝谎言 二十五节那边有记载 为什么要弃绝谎言 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节那边就有讲 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啊 我们领受圣灵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时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 那你说谎又成了什么 魔鬼的儿女 那到底你是神的儿女还是魔鬼的儿女 你自己都搞不清楚了 圣灵会担忧的 你是神的儿女啊 但是你现在的作为说谎 就是要成为魔鬼的孩子 那你到底要成为魔鬼的孩子呢 还是要成为神的孩子呢 圣灵会在你内心当中担忧 所以我们要弃绝谎言 第二个 生气 生气也会让圣灵担忧 所以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 他就讲到 生气不要犯罪 不要含怒到日落 不要给魔鬼的地步 所以生气很容易犯罪 生气很难消 生气呢 很容易给魔鬼的地步 所以雅各长老他就讲 人的怒气 不能够成就神的义 所以要止住怒气 不要生气 不要为了那些恨恨不平 没有意义 也没有价值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 不可生气 生气会叫圣灵担忧 因为生气很容易犯罪 生气很容易化销 生气会让自己给魔鬼留地步 那就没有办法成就神的义 第三个 二十八节这边就讲 不要再偷窃了 要做正经的事 不要再偷窃 那或许我们会讲说 没有啊 我没有偷窃啊 但其实呢 我们在信仰上 什么叫偷窃 安息日是主的日子 圣日 神把第一天到第六天 让我们殷勤工作 第七天叫我们什么 休息 所以第七天圣日 是神的日子 我们在第七天里面 没有放下一切俗事 来敬拜神 纪念神的创造 那不是偷窃是什么呢 我们已经在偷窃神的时间了 安息日 是神所定的圣日 是要在这一天里面 我们要休息 要在这一天当中 来纪念神的创造 来纪念神所赐的恩典 但是呢 我们没有在这一天当中 休息 没有在这一天当中 来纪念神的创造 纪念神的救赎 那我们不是偷窃是什么呢 十一奉献 是神的物 但是我们在这份信仰追求上 我们却把十一奉献 变成是自己的 那这个不是偷窃 是什么呢 我们读一读 马拉基书第三章 第八节到第十节 马拉基先知 则被当首的选民 你们偷窃 偷取神的物 这些人说 我哪里有偷取神的物呢 马拉基先知跟他们讲什么 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 你献给神 当纳的 神的物要献给神 那神就会把丰丰富的恩典 临到每一个选民身上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不要再偷窃了 偷窃会让圣灵担忧的 安息日 十一奉献 这些都是神的 我们不要再偷窃神的物 免得圣灵在我们内心当中担忧 第四个 二十九节那边讲 不说误会的话 我们的嘴巴 是很容易让圣灵担忧的 所以保罗说 误会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所以说法很重要 雅各长老他才会讲 他说一个人若在话语上没有过失 那他就是完全人 我们要追求完全 话语上没有过失 是不简单的一件事 所以我们人常常在话语上有过失 常常因为我们所讲的话 伤到别人 也伤到自己 伤到教会 也伤到世人 这些都是非常紧要的一件事情 这会叫圣灵担忧的 所以我们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最后三十一节里面就讲到 要除掉恶劣的脾气 什么是恶劣的脾气呢 苦毒 恼恨 愤怒 嚷恼 烧闹 毁谤 一切恶毒的事都要从中间除掉 这就是以人来讲都是恶劣的脾气 存在内心当中的那一种恶毒 没有办法让这些坏的事情 坏的脾气从你内心当中除掉 看起来好像你是一个基督徒 在内心当中充满了这些恶劣的脾气 外表上看不出来 但内心当中澎湃着 有的机会恶毒的脾气就爆裂出来 那这些都会叫圣灵担忧 所以我们从二十五节到三十一节 保罗就谈到这五个 会让圣灵担忧的 那会让圣灵担忧 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 所以细节谎言 不可生气 不再偷窃 不说无谓的话 除掉恶劣的脾气 就我们现今来讲非常的重要 我们如果能够这样来追求 那么圣灵在我们内心当中 就不会担忧了 我们如果当中有一件事情 我们没有办法去除 那么圣灵在内心当中常常担忧 最后一个 我们再看贴扫荣人家前书的第五章 贴扫荣人家前书的第五章 十九节 贴扫荣人家前书第五章十九节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我们对圣灵应该要有的态度是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圣灵安慰我们 帮助我们 圣灵也会感动我们 当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 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是圣灵感动 不是你自己的激动 也不是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 而有的想法 是圣灵感动你 以前在珠穆教会的时候 发觉到这个教会里面 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姐妹 那么这个姐妹 她的工作很忙 她自己开了一家超市 蛮大间的 她聘请了两个工人 来帮她看管超市 她自己也忙着进货出货 还有一些工作 还有一些算账 很忙 但是她安息日 她都会来一个早上 那这个早上 她都是十点五时 我们都十点聚会 她十点五时 她才匆匆忙忙的 从外面跑进来 然后她就到 她经常放圣经的地方 拿了她的圣经跟赞美师 来坐在她原本常常坐的 那个位置上 都很准时 十点五时 可想而知 她到教会里面来 她有听道理吗 道理都要讲结束了 然后等到祷告完 我站起来的时候 看到她原本守着的位置 已经空无一人了 也就是说 她还在祷告的时候 她就已经不见人影了 她顶多是到三点十分 所以她来守安息日是 十点五时到十一点十分 二十分钟 我都难得有机会 下到一楼的地方 跟她打个招呼 都没有机会 常常是这样子 每次都是这样子 她也在守安息日 她认为这样子在守安息日 而且只有守一个早上 二十分钟 有一次 我就跟访问组的同龄 到她家去访问 因为她 到她店里面去 我们车开到那边 不好意思放在他们家的 店里的前面 所以我就开到比较前面去 放在比较远的地方 然后三四个弟兄姐妹 跟我就一起走进 她的这个店里面去 哇 她看见我们来了 很高兴 她就把我们接待到 她的二楼客厅去 因为她家里是超市 所以水果 饼干之类的东西很多 哇 她就很忙得 张罗了一些 很好吃的东西 就拿到二楼来 就来来来 喝这个果汁 吃这个水果 吃这个饼干 一直招待我们 非常的热心 但是啊 我都坐在那边 不知道东西不好吃 只是说来到这个地方的 目的不是在这里 但是她很客气 很会接待客人 那她看到我都不动 她突然间就讲一句话 她说传道 你要知道 常常去教会的人 不一定有信心 突然间跟我讲这句话 她说常常去教会的人 不一定有信心 她这句话对不对 也对啊 因为有些人来教会 可能是因为在家里无聊 她可能来教会 有她的其他的目的在 也就是说不一定 百分之百的人 到教会里面来 都一定是百分之百 对耶稣 对这边信心 有信心 每个人来到教会的目的 可能不一样 所以她这样讲 对不对 也蛮有道理的 所以她讲完之后 我思考了一下 但是我就跟她回一句话 我说这位姐妹 你对一半 她说对一半 那另外一半呢 我说你说的没错 常常去教会的人 不一定有信心 但是 常常 安息日聚会时间 十点开始 她是十点五十到 祷告完之后 她就不见人领的人 她一定是没有信心 她马上就意味到她自己了 因为我就在讲她 那我们去的目的 不是为了她 十点五十到 十一点十分以前 救回去的目的 而是说 就好像关心 每一个人的信仰一样 希望她能够 在信仰上能够成长 不是针对她这个问题 但是她自己 却把这个问题带上来 所以我就跟她讲说 对 你讲的对一半 常常去教会聚会的人 不一定有信心 但是 那个常常不去聚会 或者是十点五十才到教会 十一点十分以前 就不见的人 那一定是没有信心 有信心的人 一定守到底 时间还没到 教会里面来 还没有聚会完 就没有离开 这叫信心 那怎么可能 十一点五十到 十一点十分以前 就走了 那这个姐妹 她的脸就红起来了 她的脸红起来 那我就顺着这个 顺着这个 已经把这个话题 讲开了 我就跟她勉励 我说安息日 是神的日子 是圣日 是要纪念神的创造 纪念神的救赎 我们应该要有信心的 来接纳 这一个恩典的日子 把我们应该要的时间 归还给神 而不是抽出一点点的时间 来唐塞自己说 我有守安息日 其实是没有信心 在守安息日 那这样的话 神会喜悦吗 神不会喜悦的 所以你应该要懂得 把这一天来归给神 不要让圣灵担忧 那感谢神 感谢神 他那一次听完之后 他就马上讲 传道我知道了 好 我下个月开始 我一定每个安息日 到教会去聚会 我说不是下个月 是现在开始 现在开始 不是下个月 他说为什么 因为你在消灭圣灵的感动 那这个姐妹马上说 好 现在开始 我就要在安息日的时候 把工作放着 或者是把工作 交给他的两个工人 他要守全天的安息日 那个礼拜的安息日 是我在那个教会 我九点半的时候 我大概都九点半 以前会到会堂祷告 我都半个月 半个小时到会堂祷告 那我九点半的时候 我从三楼下 传道房在三楼 我从三楼下来 我看到一件事 非常感动 他真的来了 他真的来了 我往前走 跟他寒暄 我说感谢神 你没有消灭圣灵的感动 圣灵感动你 你马上就按着圣灵的感动而为 感谢神 后来他就是这样来持守 那也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他原本有两个孩子 都没有信主 后来也因为这样子 神带领他 这两个孩子就一个一个的来受洗 在教会里面 所以有些时候 圣灵在感动我们 让我们守住神的道 让我们愿意在这边信仰来努力 我们就不要跟自己说 明天吧 不是明天 不是下个礼拜 不是下周 而是现在 如果我们还把现在的感动 把它推卸到下个礼拜 下个月 那么这份的感动 就会在我们被感动的里面消灭掉 那这就是消灭圣灵的感动 所以当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 我们不要消灭 圣灵就引导我们 走在主的道路上 用这些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应该要 有应有的态度 来领受这份圣灵 我们一起来唱诗 256首 我们一起唱诗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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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